1949年新中国成立,中国从此打开了全面提升的局面。 1978年改革开放,我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发展迅猛,并且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。中国人民都万分感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正是因为革命先辈的在解放中国时候的奋勇战斗,才给了我们现在如此的光辉生活。 我国仅仅过了30年的,我国的GDP实现了50倍增长,并成为世界奔跑在前面的国家。对于我们民众来说,这样的生活已经很是满足。 作为中国人民,我们认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是我们,但事实也不是这样的。相比世界上的其他国家,我国还是相对处于落后的状态。 而经济发展最厉害的国家,堪称西纪之旅,27年里,实现了107倍的GDP发展,并成功走上穷国逆袭发达国家之路。 那么这个国家是谁呢?我们都充满了强大的好奇心,有相关人士分析讲到,这个国家应该是日本。 日本的飞速发展,是全球人民都共同认可的。各种新兴产业,景点开放旅游业,出口的发展极大的带动了GDP的快速上升。 但答案还不是这个,日本的GDP虽然增长猛速,但也仅仅是33年,实现了55倍增长。 其实,这个国家就是韩国,读到这里是不是很吃惊? 乔正熙在1962年执政后,韩国便正式步入了飞速发展的轨道,全面宣传开展计划声誉,全国上下进行整改,并且看准用贸易带动工业发展,将发展贸易视为发展首重点。 此时,我相信很多民众会心有疑惑,当年内战结束,韩国和朝鲜分离,战争的经历和间接殖民者的统治,应该导致韩国的经济大跌下落,依靠农作物生存发展的国家,离开是很穷的呀,为什么却有了如此大的转变? 可见,韩国的国家发展政策,跟发展重心是十分正确的,发展的成效是现而易见的,它的经济得到强大的助推力,实现了到现在都没有国家能后打破的GDP增长速率。 其实,现在想想看,韩国在世界的影响力,确实是有目共睹的,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喜欢到韩国旅游、购物,并且韩国的产品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与喜爱,这也更促使韩国的经济继续奋起发展。 对于我国来说,经济的飞速发展,却仍落后韩国很多,所以看到这里中国也该反思自己,艰苦奋斗,共同加油,争取早日实现全面小康之梦。 对于我国来说,经济的飞速发展,却仍落后韩国旅游的飞速发展,却仍落后韩国旅游的飞速发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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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